作为中国美食的代表之一 四川火锅以其独特的麻辣口感和丰富的食材 受到世界各地时刻的喜爱 近日有网友对四川火锅的辣味标准提出疑问 发帖称 微辣 中辣 特辣过于主观 应该更加科学地制定全城统一的火锅辣度指数 四川省火锅协会回应称 网民意见靠谱 正在研究方案 火锅辣度标准该如何制定 又将在什么时候推出 5月12日 四川省火锅协会执行会长严龙对此作出回应 我们下一步就准备联合一些 就是我们的专门的这种学术机构 来进行做几个事情 我们接下来就是组织专家 估计理想加我们研究 加初稿加企业讨论 估计年龄也要差不多可以完成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辣度准确地测试一下 测出来 比如说打个比方说辣椒分10度 1到3度是微辣 4到6度是中辣 7到10度是特辣 我们把这个标准把它量化一下 有数据把它表示一下 网友建议四川火锅统一辣度的话题一出 立刻引起了全国网友的讨论 有很多外地网友表示这对微辣都受不了的外地人很友好 四川主观认为的微辣 对于外地人来说 其实接受度还是比较低一些 在不同的认知的观念和生活的时间不同 在这个四川来讲 还是应该把咱们这个火锅分得更详细一点 对此我表示非常支持 说的微辣呢 好像还有点辣 微微辣正好 我也希望四川的这个火锅把这个微微辣这一段给它呢 一定要增加上去 我也特别支持四川 有一个统一的辣的标准 这样呢 对我们全国每个地方的客人都可以自主的选择哪一种辣 事实上火锅辣度标准是客观标准 而辣与不辣更多是看时刻的主观感受 成都某火锅店运营总监温俊宇认为 制定统一的辣度标准出来 更多是体现餐饮企业对不同地域 不同年龄段时刻的尊重 同时也有利于形成新的行业规范 我们是认同说把这样的标准制定出来 更好的去向我们的消费者展示我们的一个辣度的标准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 有利于大家做出更理性适合自己的选择 我们希望我们的四川火锅在世界沸腾 所以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让大家都看得懂听得明白的标准 四川省火锅协会还透露 不只是统一的辣度标准 未来协会还将制定一系列相关行业标准 规范四川火锅产业发展 因为我们接下来还要不单是辣度 还有麻度那种 比如说我们花椒嘛 四川火锅它的特点是麻辣嘛 麻度这个我们也要做标准的 还要制定一个火锅相关联的这个食材的一些标准 我们已经申请了一个理想的 接下来就是说具体的一些食材 比如说像毛肚 黄猴 牙肠这些等等 火锅的每一个食材 我们基本上都要做标准的 还有服务标准等等 很多标准我们现在也在做出推进这个事情 感谢观看